大家好 欢迎收看使用Angla GIS 开发Web App 这几课 我们学习Angla GIS的模块 首先 我们来介绍一下模块的好处 模块的好处是 保持全局命名空间的清洁 编写测试代码更容易 并能保持其清洁 以便更容易找到相互隔离的功能 予以在不同的应用间附用代码 使应用能够以任意循序 加载代码的各部分 模块 类似于Angla GIS的方法 Web App 是 模块的名称 第二个参数是 依赖列表 接下来我们 使用模块来写一个案例 怎么来使用 我们先建一个Model 我们先建一个Ctrl 老方法 新建一个仕图 Model 我们按照网络的规矩 我们先建一个文件夹 引用 Gelscript 下面的Angla GIS 好 接下来我们跟以往不同的是 我们需要在这下面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新建一个Gelscript的文件 这个我们上一节课是没有这个文件的 在这个我们为了展现这个模块的功能 就新建一个脚本 这个名字也叫APP 好 我们创建成功了 我们的这个里面也要引用它 我们可以放到最上面也可以放到最下面 首先我们在这个里面写一个Function 然后键APP 然后键APP 外部APP control 这个地方我要介绍一下 上节课我们使用了 介绍了 介绍了scope 介绍了scope 这个对象 就是数据模型对象 但是我们没有用 因为我们在 第三节课的时候 它是当页的页面 它是当页的页面 但是我们要在这 这几课当中使用它的话 也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对象 我们被传进来 这个对象被传进来以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写它的方法 这地方写scope 你看它是智能提示的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声明 我们可以声明 我们给它一个时间 一个对象 Data 好 我们这个方法写完了 我们再来消息 再来update 下 我们再来消息 我们再来消息 在angla.js Dolfe 它就是一个 对象 scope对象 我们现在可以点 它那个lock 因为我们在上面声明了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点它的no 好 等于new 给它一个更新的时间 好 这个方法我们也写完了 接下来 我们就要调 调用它 我们每隔多少时间调用它 就是 用 这个方法 然后 选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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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写这个地方的方法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uptake这个方法可以自制掉 好,这个我们已经写完了 当然,这个就是模块 这个Ctrl是在页面 这个地方需要NG Ctrl,你看,多么智能 web 我们需要调用 这就是相当于指向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调了 NG.app 这个地方就是上级课讲过 使用ngl.js它的词内 我们现在 已经 绑 绑定还是 离绑定还是 差一步 这个地方我们绑定时钟 就是它的对象 这是它的对象 这个 这个 这几个我们主要讲的是第一次使用控制器 Ctrl,NG,Ctrl 然后使用了模块 然后使用了模块 画写的这些方法 你看 这个格式 这个格式 可能要格式化一下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功能 很酷吧 好,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